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 有三种礼大可不必随 没必要去花那个冤枉钱 一 目的性明确敛财 非常规 大是兴致的礼 不必随 那些认识还没有几天的就发情帖 这种人目的明确 利益为先的人不值得交 没请你的 当然不要自找没趣了 不会有交往的 还随个什么呀 正常情况下 一般是结婚 过大寿 办丧事等各种大事才需要随理 但是 如今一些人搬家 孩子升学 甚至考取驾照等 都要大摆艳艳 邀人庆祝 可以说是巧立名目 而多半目的是为了收分子钱 这样的礼根本没必要去随 这种宴情也很讨人嫌 遭人烦 二 不太熟 无交情的礼 不必随 我们随理一般都是亲戚 好朋友或好同事等有交情的人 但有些人根本与我们没什么交情 百艳时也会被邀请 明摆着是为了多收分子钱 更有甚者 收完礼后又断交了 这类型的礼 同样没必要随 三 只进不出的礼 不必随 随理讲究礼上往来 但有些人自己摆艳时 收了别人的礼 当别人办事时 他却装糊涂 玩消失 不给别人还礼 只占便宜不吃亏 这样的礼没必要随 等于白扔钱 二 钱有三不借 人都会有经济上遇到困难的时候 亲戚 朋友之间相互拆借 帮忙是很正常的事 不过 有三种情况的钱最好不要借 一 不讲信用的人 有一句老话现在很常用 好借好还 再借不难 这句话说的就是人的信用问题 大家都知道 金钱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必不可缺少的 我们的意识住行都离不开钱 养小孩 孝敬父母都是需要用到钱 金钱对于我们而言 没办法时刻都挂在嘴边 却时时刻刻放在心里 有的时候面对金钱的诱惑 会忍不住地动摇 自己坚定的内心也会忍不住地 对人心有了更多的质疑 尤其是我们把钱借给别人的时候 直接开口要 会不好意思 可如果不去问要 又不知猴年马月才要得回来 所以好心借钱 下场只有两个 就是人才两空 朋友开了一家五金用品店 有些人来买东西 却没带钱 朋友只好让他们写下欠条 下次再来付钱 到了过年要用钱 朋友拿着欠条 爱家安护地去讨钱 结果遇到了几个不讲信用的人 不仅不还钱 还假装不计的这件事了 朋友很是后悔 借钱如送礼 还钱如奇迷 在生活中 借钱先要看对方人品 即使破坏了情面 也不要做老好人 二 关系不好的人 把钱借出去之后 大家最害怕的情况 就是要不回来 当有人来借钱的时候 肯定要先考虑好 和借钱人的关系怎么样 如果关系很好的 而且互相了解的情况下 一般会借给他的 但是如果遇到关系并不怎么样 而且对借钱人并不了解的话 把钱借出去 并没有很大的把握要回来 如果要不回来 就会给自己造成损失 因为关系并不是很好 就算不借 也不会给双方的关系 产生多大的影响 三 利息高的钱 利息这个问题 就要是双方所约定的条件了 一般情况下 双方会是先做好约定 毕竟挣钱都不容易 如果不借出去 存在银行也是有利息的 所以在还钱时 说好利息的问题 借钱人在急用钱的时候 可能会把利息说得很高 对于那种信用好 血是急用钱的人 事后一定会按之前说的还钱 可也有的人在借钱的时候 说得很好听 把利息也说得很高 但是还钱的时候 就会用各种理由推托 甚至连借来的本钱都不想还 在此 我要告诫大家 不要被这种提出高利息的 借钱人所诱惑 一定要先看好这个人的人品 不然很容易给自己造成损失的 三 路有三步走 时间道路千千万 但并不是每条路都可以走 第一是危险的路不要走 人类的本能就是趋利避害 如果一个人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那么结果可想而知 凡是要权衡利弊 综合分析 审视多事 尽量做出正确的利大于弊的选择 这不仅是对自己的负责 更是对关心自己 爱护自己的人负责 孟子说 君子不利于危墙之下 世上没有一样东西 不是天命决定 能顺从天命 这才是正常的命运 所以 懂得天命的人士 不会站立在危墙下面的 如果你是顺应自然而死的 那就是正常的命运 而违反天命犯罪受刑而死的 就不是正常的命运 从这段内容讲的来看 孟子所说的是 作为君子就一定要顺应天命 不能违背天命的决定 就是说 顺应自然 尊重客观规律是天命 是正道 虽然也有人认为 孟子的说 有悲观情绪 就是在困难面前逆来顺受 不敢做出改变命运的事来 但我想孟子的本意也并非如此 反观孟子说 君子一旦发现自己处于危险境地 就要及时离开 我认为 这句话本身是没什么毛病的 明明看见 有危险 还要站于危墙之下 才是有毛病的 因此 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第二是 陌生的路不要走 我们生活中常常讲 不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凡事都充满了未知性 人类在面对不确定的事情的时候 都会产生恐惧 如果你善于应对突发状况还好 如果不善于 那么当你做了自己不擅长不熟悉的事情时 很容易拖累自己 造成很大的损失 毕竟这条路充满着未知 一不小心就会血本无归 所以我们的老一辈 提倡我们 不如走一条熟悉的道路 让人生平稳一些 当然 人生在世可以闯荡 可以有一定的冒险精神 但最好不要打没有一点把握的仗 否则很有可能一败涂地 俗话说 追随也是一种智慧 跟着能人走趟出来的路 更稳妥 且事半功倍 第三是 邪门歪路 不要走 不管是想发财 想升官 还是想事业有成 都需要人们保持踏踏实实的态度 兢兢业业的工作 一步一个脚印地慢慢积累 不计归步 难以行千里 人生道路上 难免会遇到很多诱惑 有的来自于金钱 有的来自于权力 不管什么样的诱惑 不能丧失掉自己的正念 正气 不能进入歪门邪道 走邪门歪路 可能暂时会满足自己的一些欲望 但是时间久了 其害无穷 更有甚者 还可能锒铛入狱 丢了性命 正所谓 百因必有果 善恶中有报 以上这些三步 尽管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 但也是 人们生活经验的总结 是有一定道理的 考验为什么生活中的选择 提供一些参考 具有积极的帮助意义 多些注意 总是没坏处的 而对于那些创业者来讲 他们要是也抱有这种观念 那么将会一事无成 要想有所作为 就必须要有 感为天下先的勇气 敢于自己踏出一条路来 敢于打破常规 自己给自己开路 这样才会让你成功 想安全的 顺畅的走路 永远只能是一个平凡的人 是不可能有大成就的 凡局大事者 从来都是不走寻常路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破继